8月14日,NBA豪门火箭队官方宣布,正式签下了奥运三冠王和世界全明星大神卡梅罗安东尼。 安东尼和火箭签下了一份一年240万美元的合同,在他正式和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签下新合同后,火箭队二当年第一个对好兄弟表示了公开的欢迎。 保罗在社交媒体上说,欢迎你,我的兄弟,随后,火箭队头号巨星哈登也转发了安东尼正式加盟的消息,并且佩文说,来吧,站起来吧, 火箭队主教练德安东尼和昔日米克斯时期的就将在一次联手了,安东尼的加盟让他信心爆棚,他公开表示,我们和安东尼对于未来的事情抱有一致的看法,我们双方都处在统一步调上。 现在,我们想击败那支,或许是NBA历史上最为出色的球队,勇士队,击败勇士队,不仅是得安东尼一个人的目标,更是莫雷、哈根、保罗和安东尼共同的目标。 如今,火箭的三巨头组合,正式组成并且下水了,接下来就让我们期待,这样的组合将在新赛季擦出怎样的火花吧? 本位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 感谢观看